大家好,我是深圳,大家好 水哥,很想着你 你好,我也很想着你们 很久不见,我想有一个多月 一个多两个月 你在深圳14天旁边 是 我看到你拍的照片很漂亮 那个酒店房子很舒服 那个是490元人民币 包括了三餐饭 不过没有叫美团 所以那个是 因为很多空间酒店都叫美团 那些人很高兴 我那间就没有 不过没有问题,我是7加7的 我不是14的 因为我在深圳有地址 深圳有地址 即是只是在酒店里7天 是,7加7 第7天在酒店测试多次核酸 接着还要咽血 自费,110元人民币 接着可以了,来到家 再隔离7天就自由了 这样 但我想问,你在酒店房子那里 是否完全是门不能出去的 一出去就有人叫你 不是,是有个人 是有个人坐在那里 整层有个人在升堂里 整个酒廊坐在那里 你24小时不够 你没有可能出去 是可以送费 我几十年前去住感光饭店 也是每一层都有个阿姐 你随时叫完 为什么 旧式的那些不够服务 你去中东的酒店都有 每一层都有店 哦 你开个门 但是感光饭店 感光饭店也有 我不是不够服务 这个是开着你 让你走 这个就是 这个就像坐牢里面的 那些警察 是吧 就是我们以前那些 我们以前是叫他 这些是防止你出去 就是有点不同 都是坐在那里 是啊 是啊 那简单和我说一下 我自己 稍后有个YouTube 我会有个YouTube频道 我会介绍我深圳的生活 第一集我就会介绍 究竟隔离酒店怎么样 是 整个经历都很有趣 接着我最近 刚刚回到澳门了 我开了澳门 好玩 澳门就是你再测试多核酸 就是七天之内 就可以很自由地去澳门来回 哇 那些澳门酒店 大减价便宜到 便宜到笑 真的便宜到笑 但是很多人 我们香港就惨了 每个人都住 找回香港的酒店 香港的酒店 现在的住宅都很高 是 每个住宅都走在那里住 但是你住去都是香港 你跑不掉 是吧 我都住过 最远就去到大澳酒店 是吧 是的 我也住过 有些观众在我Facebook 问我深圳经济怎么样 戴不戴口罩 其实我开始来 就有些震惊 就说在街上很多人不戴口罩 那我就说不行 戴口罩 不过后来都习惯了 在街上很多人都不戴口罩 但是在火车里一定戴 吃饭就可以不戴 商场很多人都戴 但是在街上 在空旷地方 很多人都不戴了 很舒服 我和我的国内朋友都是这样 已经很久了 很多个月都已经是这样 已经是正常化了 那室内 大家有负责任少少 那就带了 比如说你去看电影 或者你去室内 就算是商场里面 都是多一些人带的 但是室内本身上是零 不行 是室内不带的 然后小朋友上学 我想遲些我的YouTube 都展示我小朋友上学 那些小朋友都是不戴 都是不戴的 是 正常了 这个就是健康马的好处 就是你有一个办法 它是换住你的 也是可以计算到的 这个暂时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你看看西方社会 就是又开又生 又开又生 那经常打算有个疫苗 疫苗就不停延期 你看到最近J&J Lily 那些全部都是 出现了第三期 都会临上测试 都有些问题 所以真的没有办法 明白 真的没有办法 你知道我去到澳门之前 我是因为要工作 因为有人跟我做一个 大湾区特别的节目 我去了几个看大陆的房地产的楼盘 是 那最初 那些人就说买得很好 甚至香港人是用视频来买楼 我是不相信的 我说不是 用视频来买楼 结果我去到现场 几个楼盘现场 第一 真的人多 第二 我看到每一次都会有香港人找一个公司 然后用视频来买楼 那我问 为什么可以用视频来买楼 那他说 因为价格都涨 那香港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关 那隨便 不如用视频来买楼 所以结果 跟我拍档的嘉宾 他这几个月生意好得不得了 是 所以 买楼是中国人在血液里面 就是一个东西 而且 还有今年上半年的资金上方面都挺充裕 那我们看到 其实去到九月的房屋销售都挺好 今年其实很多好的开发商 今年已经是追上去的 就是初头 今年二三四月的时候都有一些稀急 开不了盘 但是很多都追回了 那是一方面 另外政府变成现在收紧 所以我简单介绍今次我们的访问 就是上下两集 那第一集一会儿我就讲一下房地产 因为大家都知道 水哥都在房地产很熟 之前有推介过113 很多朋友都问 113怎么办 一会儿我问一下水哥 怎么看整个大陆房地产政策 第二部分其实水哥也很好 他说我想教大家 就是怎么样分析股票 譬如我们经常说分经济股 贵越便宜 究竟一个专业的基金经理 究竟他怎么分析 譬如苹果或者Baba 他股值贵越便宜 和之前比较如何计算出来 水哥今天做了很仔细的 PowerPoint来分析 好的 水哥说一下内房 怎么看股票 股票就很麻烦了 因为上次我们做节目 我认为最少两三月前 那时候到现在 其实是打压得很厉害的 你看到差不多每个礼拜都有不同城市的收紧 收紧的措施 但是政府就不停加压 加压是全方位地加的 因为这样打下去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措施出来 比较大型的打压就是出了三条红线 那样东西应该是八月底 九月头的时候出的 三条红线 三条红线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资产净值 你的总负责不能多过百分之一百 另外就是一个全负责和全负责 不计算你的收入 即是不计算你的前售的银码 不能多过百分之七十 这个是计算你所有的负责 包括你建筑未付钱 那些东西 就不是监控这么简单 大部分都是降低这一班 那最后一个就是你的短期的现金流 你的短期的现金流是可以还到你的短债 那这三样东西里面 它怎么计算呢 就是如果你三样东西都打热的 就是红灯 有四个灯 红、橙、黄、绿 三样东西打热的就是红灯 橙就是打热两样 黄色就打热一样 绿灯就是一样都打热不了 那这四样东西你打热了什么灯之后 就决定你可以做什么了 如果你打热了红灯 你就不可以再借钱了 你不可以再加大你的杠杆 那它就是015 如果我没有记录 我先看个表 01515 即是如果你是红灯的 你就不可以再借 你不可以再放大你的借钱 譬如你挣三千亿就是这么多 你要慢慢还 你不能够再借 如果你是打热了红灯的 即是你刚才那三名东西之中 连了两样的 那你就可以借多5% 那之后就10% 譬如说大部分 我看到那些公司都是黄灯的 那黄灯你还可以增加10% 那如果你是绿灯的 你就可以增加到10% 那整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政府是要严控内地房地产开发商的杠杆 那大家要明白一下就是内地的开发商 他们玩的是叫股本回报的游戏 ROE 即是你本身来说的 你那里有多少钱 你想生成多少回报 那他们怎么玩呢 因为你每一件房地产 你买出去 他的毛利率高的可能是20-30% 那你扣除了所有费用之后 只有百分之十几 那但是有些开发商 他们的ROE是去到20-30% 就是好像恒大那些 非常之高的 那他在他的project 其实你的毛利率 就是政务利率也是十几个百分之下 你怎样赚到ROE这么高呢 就是通账杆 那譬如说有些另外 就是给另外一个概念 比较好一点 就是如果你看看香港上市的老牌的开发商 他们大部分的股本回报 都是单级的 五个百分之六个百分之七个百分之 几个百分之很稳定的 因为他们大部分的杠杆非常低 可能是百分之十 有些是静静的 那你变成来说 他们的回报不是很低 因为还有他们大部分 香港那些公司 超过一半是收租的 那你收租的物业 你的回报一定低的 重资产 那你另外一半就靠房子 那你卖房子 那你卖房子的毛利率 也不是稳定高的 那你加加了几个百分之 但是他们很稳定的 如果你再看40年前的 香港的开发商 一样是高杠杆的 一样是高回报的 但是经过了这么多细节 之后 塌下塌下就只剩下几个百分之 现在的中国 就是走回几十年前那种 就是高杠杆 有10元就借够30元 借够20元30元就跟你博了,因为你借得多 你自己要你的项目的回报 是高过他付出来的利息 那就搞定了,现在政府看到他们是这样 就不想他们这么做,一来 我之前也有说过,其实中国房地产市场 在2016年的用量已经见得顶了 已经慢慢下跌了,现在玩的是我们叫做工业组合 即是你的公司整合 未来整合到只有100间,50间 整个整合,但是整合里面有很多中小型 甚至大型也好,他们还是借很多钱 你整个行业是不能增长之下 你还不断借下去,政府来说 这是一个很高的风险 你最近看到恒大是不是有一波比较大的危机 几个星期前有个传闻说 他写了封信给内地证监 如果他再不批准A股上市 可能他没有钱还 就可能会有个系统性的危机 因为差一万亿那些 之后全部的股票和债券都倒下了 每天每个债都倒下了 至少会倒下了15-18元 倒下了之后出来 后来说明年有一笔债 因为基本上是一班人就决定了我不追你了 我们可以保持住 之后他的债价就弹回 其实也挺严重的 你一晚就跌了18-19元 之后over the weekend 又说没什么事 又弹回上14-15元 之后几天前去批股 批股那一刻又是很奇怪 一百号风球来批 本来就是拿一个B美金 后来拿到一半 一般来说 其实在股票市场上 如果你拿了钱 其实是对债好的 因为这间公司多了钱 但是因为批股 批了出来不是太成功 只有一半有人认购 之后那些债价这几天又回想下去 其实也是大上大落 大家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有些这样的东西在 就是政府是 在短期就是收得很紧 全方位这样收 那未来融资都越来越难了 那现在就靠卖楼 最好就是买楼买快点 但是现在暂时还可以 尤其是一些比较好质素一些 比如地点漂亮的房地产公司 都是销售都不错 嗯 恒大现在我看到有些大湾区的楼 是在说七折 打七折 但是可能是有些卖不出的楼 都打七折 但是也是可能 可能是有些卖不出的 可能是有些卖不出的 或者是里面 它一定不会全部都是这样 全部都是不出的 是的 是的 是有些卖不出的 或者是很差的才打七折 但是说回恒大 因为有观众都会问 就是恒大这个 就是大家都说 too big to fail 那一定不会不行 就是如果现在 我们买恒大的债 的话 我买它短期的债 是否可以 十几厘 是的 真的十几厘 你又不是开玩笑 如果你看它有一只 有一只 有只二一那只 都拿到明年五月 你那只计算是一只二十 那你拿到明年五月 你不算是十几厘 是的 那 你会不会买 我出售 我没有 就是 是 是保守一点 但是 你说如果是 不是分身的 那它收取的机会也不高 OK 是的 是的 它的楼图很阔 其实有很多债 212 2324 25都有的 一路下去 是 其实全部都是 全部的 利益都很高 明白 但是 你会遇到有很多问题出现 当然 也不是完全坏消息 因为它的物馆 应该是明年的上半年会上 是的 那里又拿到一些钱回来 是吧 是 那它在卖楼方面 我们看的那些数据 就 目前来说 那些交易销售都可以 嗯 嗯 只是它的杠杆比较大 嗯 明白 今天呢 其实是星期一 录影 看到一些内房 尤其是物馆股也跌 很多人想听 你113 麻烦 是的 我说一下整件事 合景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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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随着便随便随着了 随便随着了 没有了物馆的部分 如果您之前买了 随着之前买 便买了两条数 加起来 两条数加起来 就是对了 比如说你现在十个月 那到时四元上 那你那批货便是十四个月 十四个月 明白 就是这样计算 但是其实股票跌了很多 其实你看这两个月 很多房地产股跌了 那么合景跌了少一点 那些世贸亦跌了少一点 有儿子生的那些 就是他们将它的价值套现那些公司 跌了少一点 那么全派送的 就只有一只而已 只有一批三派送 因为另外那些都是分拆 但不是派送 那么现在就 刚才我说过 现在房地产的市场 其实楼很高质素的房地产公司 尤其是那些小型币 或者是有旧改 就是有一个很便宜的方法 去拿地那些 他们都会继续做好的 但是问题就是逆风 就是这班人多厉害也好 有个十号风球在他面前打 政府不停收紧 一路链一路链一路链 那你这件事 对股票是最坏的 因为你变了来说 你是逆风而行 那你要赚很多钱 那你的价值跌到某个位置 一定有个价值 今时今日其实 如果你看开发商 很多已经两倍多PE 真的 两个月前都没有的 二至头现在有一大堆 那你现在合景呢 合景十个二号二呢 都是三倍多PE的 嗯 那现在你是整个 整个板块里面 是龙湖的那些 还是有九九倍 或者是世贸的那些 还有六倍 就是那些 那你下面那些东西 是两倍三倍 四字头也很难 就算好像 好像玉暉那样 都跌到三倍多 嗯 就是这样的 因为是打压 不是说他们卖不到楼 其实卖楼可以的 卖楼很好 因为股票向前看 那些人觉得是 是政府打压的 你遲些就卖不到 就是这样 那我想 未来的开发商 未来的一两年 就会有些分散 就是有些分散 有些做得好 那些 你一直交到数 你不会无止境地 有三倍两倍 一倍PE 很难这样 那就是他们是 自己有些会跑出来 但是整体整个行业 是逆风二行 是非常辛苦的 那物馆方面就好些 因为物馆始终是流行资产 而且物馆整个故事是玩收购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 就是 譬如有些公司 最近你看到 是有少少 估值上方面 有个D rating 在那里 就是3319 那3319 就是 亚哥罗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先给排楼 说 我未来收购 可能会放慢 他是希望 整合他自己的组织 令到组织 那个组织 叫做margin 好些 股民就不喜欢这个东西 股民就希望你越做越大 就是你那个可管的面积越来越大 所以这个东西就拆掉了 所以现在这个东西 如果我看那个 就是 3319 跌到 十几倍 数 便宜了 以前便宜了 还有些 还有些 大型的理想 比如 华润 就是明年 现在世贸 这些都大一点 但是 有些 之前 有些 期望 那些 有失望 比如那只保理 就失望了 因为他交不到数 但anyway 即将来的 应该是 焦点在一些 比较大型 以及比较有活力的 中型公司 包括 合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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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福息 还有 未来的M&A 是很丰富的 当然 你的风险就是 他做不成 如果买不成 那怎么办 那就麻烦了 譬如说 今年有五个项目 他将来年尾之前 要完成 至少四五个 那你才行 但是 应该是 你说 简单来说 如果我有 113 我之前买了的话 随正之前买了的话 我是否应该沽了 没有公司 还是你觉得继续持有 还有我有那个 他分出来的 合优 那家管公司 如果我 因为现在整个板块都不好 今天物馆都下跌的 他上市 可能有低位上 我们应不应该继续买 持住 还是沽 我想整体上 房地产的开发商的股票 是很难有一个很好的升幅 即是他们做得挺好的 刚才我说过 因为是政府打压的问题 他们的股值 是很难有得提升的 他只能靠盈利提升 就不能靠股值提升 所以变了来说 如果你拿着一间开发商的 是辛苦钱 如果你有其他东西买 那便宜买那些 你买那些 买那些更快 即是买消费 即是那些是一个大趋势 商场玩什么都好 即是那些是大趋势 这个是逆施以下的东西 那你说物馆 物馆就好些 因为流行资产 高增长 那今天为什么跌这么多 我也不知道 但是今天整个板块都跌了很多 但是未来的前景是比较好些 比较清晰些 即是你两边 如果你说 除非我完全不触碰地产 如果你要触碰地产 宜买物馆也不要买开发商 明白 很清楚 下一次我想会继续讲一下 因为水哥其实有几个办法 因为他注重消费 你又讲Tag 你又讲物馆 你又讲内房 我们讲到物馆内房之后 下一部分我想介绍一下 第一 美国总统选举 整个大环境的事件 第二 你有准备教大家 如何分析Tag的公司 那我们下一集再讲 谢谢水哥